温兴感动资讯并众的节目 《日日妈妈声》第二辑 将会在下星期一 5月16日晚再遇归来 余安安、陈海霖和罗敏庄 继续和嘉宾们探讨育儿的话题 首集找来刘小慧、陈柏宇和林盛斌做嘉宾 刘小慧不只是一个新潮妈妈跟上时代 自己的KOL事业搞得有声有色之外 教导两个女女的方式也很开通 未有依存一般升学模式 要求大女读大学 反而之前女女去追梦 帮她逐步达成做甜品师的梦想 大女中六毕业后去了日本学艺 今年大女Yumi还学成归来 几年前我女儿告诉我 妈妈我不想花四年时间 读一个大学课程 我一样东西我觉得我喜欢 她说她想去日本学甜品 我都以话不说好 当然追你的梦 难得你有方向 难得你有梦 当然追自己的梦 她知道不容易 因为在她身边的蓬佩里面 她都没有见到有任何一个同学的妈妈 是可以给她不读大学 刚才都听到你自己又是两年之前 去追自己的梦 我又追我自己的梦 是 我就追中医的梦 去追一个心灵健康的梦 发现原来身心灵和中医都是很相似的 原来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而衍生疾病 而陈柏宇小时因为父母离异 一度入过儿童之家 幸好有婆婆接手照顾 还带了Jason移民去加拿大 这日Jason还跟远在家国的婆婆一连线 儿时的Jason相当欣疲 但是在Jason婆婆的眼中 她依然是很乖的 听到你婆婆对你赞不住口 小时候 她赞我小时候 她不赞我大时候 但是你会不会很想念她 想念她 而且一起住很大 现在有机会 他们回来香港的时候 特意为他们在其中一间房 弄了多些床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在我家里睡 还有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婆婆教育你 会影响到你现在怎样教育 耐性 婆婆给我的感觉是她很有耐性 你看我现在的款式 你都知道我小时候一定是嫩妻 但是我婆婆也觉得我很乖 也觉得很甜蜜 上一辑 Bob上节目时 在老婆面前用机器感受 孕婦生小朋友的阵痛 这次节目组也有东西招呼她 就是被Bob带上电楼按摩帖 感受女士们的惊痛 经过这次的体验 Bob就说 终于明白 大女儿为什么定期会这么猛 现在大家姐十三四岁 都开始有这一段时间 她也有时会告诉我 很痛很辛苦 有时坐下了之后 又不想起床 原来真的这样痛的时候 没有什么心情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想我微白到她的感受之后 我想我会体谅她多一点 还有我看到刚才你说过 No phone on table 有几年了 吃饭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一起聊天 什么都会说的 可能问大家 今天你的上学有什么特别事 开心还是不开心 每个都会问 可能会说些很无聊的东西 儿子可能会说 哎呀我今天没泪尿 他都会说出来 哎呀这么聰明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家庭 有家庭要聊天的机会 的